文維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的 大陸它在關稅的自由化方面 比我們走得慢 我們大概已經降到平均4%左右 3% 它的話還有9% 而我們賣到大陸的東西 最高的時候達到1000億 它賣過來的才300多億 所以說關稅本身 對我們會相對比較有利 同樣的 關於保護投資 我們去的投資多 它來的投資少 所以保障投資的話 應該也對我們比較有利 再來就是關於智慧財產權 我們台灣有一些制裁的產品 在大陸被盜版或者盜賣這種 這種情況我們需要保護的 比他們需要保護來得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們簽這個應該是利大於弊 但是一定會有 有些廠商一些產業受害 所以您剛講的非常正確 我們將來政府會一五一十的把這個都講清楚 以後談判 每一次談過回來都向立法院報告 向人民報告讓大家了解 我們做了什麼 哪些沒做 哪些還要做 都講清楚 因為我覺得只有用透明化 合理的透明化才能夠讓人民的疑慮減少 但是即使減少它還是會有 馬上說你講的都是對的 可是為什麼我看得到現在好像並沒有做到 因為我還沒有開始 應該事先讓大家知道 你跟他講說簽了以後你再跟大家說明 那些雞飛狗跳 不是不是 因為大方向 還有 大方向大家都知道 譬如我剛剛講的幾個行業 他們都知道 他們這個行業 可是中國的態度很強硬啊 我們的態度 相關系好像門在堵洪水 只要你退一點一個西風 不會不會 擋不住啊 不會 像農產品它不是 你承諾說農產品覺得不會開放 不 這不增加開放 中國的放爆非常非常的 我知道 因為在 不過您知道在這個 完全擋得住 WTO 因為我們是在WTO的規範之下 WTO對於農產品 你知道也有特殊規定的 因為農產品在很多國家 都不只是經濟問題 也是政治問題 像歐盟也是一樣 人家講說 歐盟它有一個叫做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那時候在70年代 大家就說這個CAP 都是用來保護法國的農民的 就是說它的農業 在它國家裡面非常重要 馬東 您談到WTO 正式 因為我們只不過 晚30分鐘加入 所以我們更應該要 堅持說 WTO我們應有的權利 當然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 你在跟對方展開 ECFA談判之前 應該一個前提 而且要講得很大聲 就是說 它不可以再阻止 我們跟其他國家簽FTA 事實上 在我們陣內 就積極跟新加坡 對 結果就是北京的壓力 我們跟日本也一起 我們堅持要用台灣這兩個字 也有關係 因為這不是WTO的名稱 就算這方面稍微彈性一點 是不是您能夠再簽訂 ECFA 甚至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 我希望很快地聽到您很大聲地跟對方講 不能夠再阻止我們 依照WTO的規範 同步進行跟其他國家談FTA 我始終在期待你講這個話 那你老實講說 ECFA簽了以後 我們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ECFA簽了以後 更沒機會了 不 那個副總統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 8 8根區 我覺得現在如果 我們這樣說 說我們簽了之後 你們一定不可以阻止我們做什麼 這樣子變成 我們好像要跟別的國家簽 要他先同意一樣的 會不會反而 他不能阻止 我知道啊 那一樣啊 為什麼要去問他呢 可是他在 我沒有問啊 他應該要公開承諾 說他不可以去干擾 我們這個不需要 其他我們自己要做就做了 不是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做不到 你講是說簽了FTA才要做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不要給外界一個印象 好像我們要跟別的國家簽FTA 還需要經過大陸的同意 這樣的話 反而會使得我們主權受限 這是事實啊 所以你應該把這個 你說這是事實 不過這個石頭要把它挪掉 你說這是事實 你接這個機會何不 你現在 何不把它石頭再挪掉 變成說我們要跟別的國家簽FTA 我們貿易夥伴簽FTA 還需要中共來聲明來支持 好 就是 我覺得這樣真的會別人認為說 我們什麼事情要去教育 那我請問 馬總統說你上任一代 政府哪一個部門有同步在跟我們的HM國家進行 沒有啊 你盡全力都在做FTA 你怎麼知道我們沒有呢 我是不知道 對啊 有誰會知道呢 你怎麼知道我們沒有在嘗試呢 可不告訴大家 我可以向您報告 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面的努力 但是呢 有許多的國家都跟我們講 那你們真的跟中共談 對 中國打移啊 這個是一個 誒 副總統 在 就拿出證據來啊 你先講 北京八根啊 新加坡的例子 是 在 國民黨執政時代就在跟新加坡談 新加坡是一個很理想的對象 倒不是因為我和新加坡本來就有很好的關係 而是呢 新加坡沒有農業 所以談FTA的話呢 相對來講比較不複雜 是啊 那時候呢 新加坡已經跟美國在談 因為我們跟新加坡也談了一段時間 就政黨就輪替了 後來到了 你們就任之後啊 這個李光耀來過一次台灣 陳總統當面跟他提到 希望能夠簽FTA 他也說打印了 這是他當中 當著400人就講出來的 在新加坡我去開會的時候 結果呢 談談談談 就談到一個名稱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 這個民進黨政府堅持要用台灣 新加坡說這個做不到 因為FTA呢 一定是在WTO的價格底下 結果後來 後來我在院會裡面還聽到 當時的外交部跟經濟部說 新加坡不同意用台灣這兩個字 我們提出了一個相對的方案 就是 TEE 叫做 Taiwan Economic Entity 結果新加坡還是覺得 他聽到我們這樣 他就覺得那就算了 對呀 我覺得哪個是借口 因為為什麼呢 不是 當然別人就有借口了啦 如果說我們說 我們都是WTO的會員 我們就用WTO的名稱 他沒有這個借口啦 那到時候 阻撓那就是中共 可是有了這個借口 他說你們自己要用我們不能接受的名稱 我們可不可以建議你 用一個比較公開的方式 要我們政府相關部門同步展開 跟其他國家來上談 事實上 所以我的了解是 希望能夠這樣 譬如說我們 像今天日本新任的代表 金錦正上任 我還跟他提到 我說我們希望跟日本也能夠來討論 是不是在適當的時候 可以簽自由貿易協定 實際上日本經濟新聞 已經出過社論這樣的主張了 是啊 同樣的我們跟新加坡一直都沒有 在這方面 大家都知道說 就在等一個適當的時機 我們跟美國 沒有辦法直接簽 或直接談FTA 但是TIFA 就是貿易投資的這個架構協議 都一直在進行當中 我們最近當然因為美牛事件 稍微有點阻礙 但基本上呢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是在進行的 事實上 董東東你也了解 當然關鍵是中國大陸 是啊 那你也承認了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 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跟中國大陸 也簽了兩岸經濟協議 這個時候別的國家看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 跟台灣的關係 又走進了一步 這個時候他們 感覺上的壓力 跟阻力就會減少 你有這樣把握嗎 我的了解是這樣 我還是建議說 你可以讓國人感覺到 是不是在同步進行 我們會 這方面我們一定會 其實在這方面呢 我其實也讓副總統知道 國人 我們國民 在這方面 想法其實跟我們都差不多 就希望說 當我們跟大陸改善關係的時候 我們跟別的國家 也同時改善關係 對 所以你應該讓 不是說只有獨孤一位 實際上 為什麼我要跑到邦交國去 為什麼我在美國過境的時候 都要打電話給這麼多參眾議員 以前沒有美牛問題 我也打 就是希望能夠 以前我們也都這樣做 對呀 我就跟他們了解 我們每次都會提到 希望美國的軍售 希望美國要跟我們談 TIFA FTA 希望我們參加 那個免簽證的計畫 這個叫做VWP 我們都在講這些 所以我從來沒有 因為跟大陸改善關係 就忽略了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像我們跟日本 跟日本不是這樣嗎 我把跟日本的關係 界定為特別夥伴關係 去年是第一年 我把它叫元年 今年是第二年 對啊 可是我們看到 是很大的傷害 怎麼會啊 副總統 我到現在為止 接見了日本團 就54團 那美國團 美國團更多 我們覺得好像 80多團 美國國會議員 在您這兩年 好像來了比較少 他們可能有的是 因為選舉關係 我們每次去都有邀請 但是這點您放心 我們跟美國國會 跟行政部門的聯繫 互動非常頻繁 時間的關係 我再請教 莫夫婷 我有一個疑心 就是 9月間 去年9月間 《中國時報》 北京那邊發的新聞 說 國共兩黨在積極研究 如何透過辛亥革命一百年 來國共兩黨 共同慶祝辛亥一百年